我上大學 國民應該也是大學的時候 誰不知道Z9 對 雖然不知道他長這個樣子 他本人就是一個回憶殺你 你本身的聲音就是這個樣子喔 當然不是啦 當然是裝的啊 你什麼時候發現你自己講話 那麼想柯文哲 你又覺得很痛苦 我用正常聲音講嗎 你用正常聲音我想聽一下 痾...之前 去年吧 這正常聲音嗎 我有用正常的聲音啊 你正常聲音很正常 真的很正常 就很正常的聲音啊 因為我從小到大 也沒有人說我像柯文哲啊 Z9也是我小時候 欸不是小時候啦 讀書的時候的偶像 我們有差那麼多嗎 我先幫小阿烈科普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小阿烈跟我們有一個gap 雖然說你現在知道是 民眾黨的這個板橋的參選人 可是你不知道 我上大學 國民應該也是大學的時候 誰不知道Z9 雖然不知道他長這個樣子 他本人就是一個回憶殺你 Z9你那時候 剛上大學幹了什麼事情 剛上大學就是在 網路上替大家學 包括國民哥那個 鼠哥 比如說大家在網路上看到 這個 校園美女的時候 就會在BBS上問說 欸他今天在哪一節下課 看到在哪裡看到誰 然後穿著可能長髮飄逸 穿著什麼白色的裙子 然後背著什麼 雙肩 綠色的雙肩 後背包這個是誰 這樣子 那那時候因為大學生比較無聊嘛 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是主動 去幫大家找朋友 因為校園美女比較有提醒 大家都在講說 PTT是擾人家在上的 大學生都上D卡 或是什麼其他的 啊早就沒有人在用PTT了 可是為什麼這整個社會 感覺起來對PTT 還是會有一個 好像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輿論窗口啊 或是指標 應該就用的人 越來越少 這是事實 但是它目前為止 還是台灣那個 PTT大的問題 我記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也是在PTT發現有 疫情的這個文章 可以去找出 可能爆發出 就是中國大陸 疑似傳出一些病毒 這個文章也從PTT先出來 2020年都還稱PTT是戶國露台